台灣樂團《告五人》會在4月 首度登上台北小巨蛋舉行演唱會 也是他們第一次的大型巡迴演出 特別有意義 這日主唱兼結他手雲安 主唱犬青和鼓手哲謙 延伸一個宣傳活動時公布賣票資訊 雲安和犬青拍拖多年感情穩定 之前有歌迷在他們的演唱會上求婚 場面感人 不知道兩位有沒有計劃 在演唱會上演浪漫的一幕呢 沒有了 真的 這個我們兩個是比較害羞的類型 所以 對 有好消息會再跟大家說 那兩位自己的好消息是真的有在計劃嗎 還是先事業為重 一定是事業為重 犬青不是明天要生日了嗎 對 想怎麼慶祝嗎 餐廳已經訂好了 禮物也已經送了 對 他一個很喜歡的項鍊 對一個小小的項鍊 是帶他一起送還是你個人 我個人 對 很快就到情人節了 雲安和犬青就說今年沒有什麼慶祝計劃 不過他們就預告那天會有更加特別的事情發生 那天我們有準備了一個禮物 預計準備一個禮物送給歌迷們 對 送給歌迷們 然後那個禮物呢 我不太確定可不可以對另外一半唱 對 就是 憲哥 好先這樣 先這樣 我快講出來了 不要比我 憲哥會不會2月14日在他們兩個旁邊會不會有治療啊 不會不會 我就是 對於那些 因為我是有點像樂器控 所以其實家裡的樂器就是我的 眾老婆們 喔 那你有分就是小老婆大老婆 大老婆 統稱後宮三千 哇 帝王居之 那你那些三千也會搬上小巨蛋嗎 會 全部帶上去 對 錄音的那一套鼓一定會帶上小巨蛋 那個是 鎮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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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因為那個 你知道我們就是在舞台上其實不只有一套鼓嘛 對 一定有好幾套啊 或者是一些小小的零件 對 我們會把所有家當全部搬上去 大家就可以看到那個清哥老婆長什麼樣子 沒錯 首次公彈 告五人當然是相當興奮啊 他們更加承諾 如果賣票反映熱烈就會加長 而這日團員們 亦有率先透露這次演唱會的主題和心水嘉賓啊 我們會想讓整個小巨蛋看起來是遊樂園的感覺 因為我們之前在遊樂園辦那個演唱會 我們非常喜歡那樣的感覺 所以覺得 如果可以在小巨蛋 在我們的宇宙觀裡面建立 跟我們的歌迷建立一個遊樂園的感覺 其實蠻開心的 對 考慮找嘉賓一起來同歡嗎 其實是第一次公彈 開放喜願 開放喜願 對 我們有去欣爺的底下 然後我們是希望欣爺來我們的演唱會看 對 然後他有回我們說可不可以翻跟斗 然後我說我們就沒有 我們沒辦法回下去 我怕欣爺在台上翻 我們不知道怎麼辦 一起翻嗎 如果他再來的話就包機票住宿了吧 一定的 而且是告五人自己出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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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